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大结局了 沈默最后和王翔说出了真相 当年王阳不是自杀 而是为了救下跳江的沈默 才溺亡的 得知整下的王翔终于了却了心结 他儿子不是杀人犯 沈默也被抓了 王翔可以给儿子一个交代了 也给他妻子一个交代 话说 张静初饰演沈默的确像李更熙饰演的沈默长大后的模样 加上妆容就更像了 当然 有人可能会质疑 当初沈默竟然被王阳拒绝后 就跳江自杀 这样的话 沈默的人设不就崩了吗 个人的观点是 沈默跳江自杀 不仅人设没崩 反而让沈默后期封批的人设更加稳固了 大家质疑的是 漫长的季节 钟李更熙饰演的沈默 绝不会自杀呀 他都已经黑化了 接连杀了港商和烟红 还把烟红碎尸了 自己也砍下了小拇指 制造了假死脱身的计划 后面副卫军被抓 替他顶罪 沈默一直想要逃离大爷的魔爪 如今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王阳是绝对不会把沈默还活着的事情告诉别人的 既然如此 王阳不和他走 他自己一个人走就好了 到一个地方重新活一次 不是他最想要的吗 他干嘛要自杀 这里要明确 李更熙饰演的沈默可不是恋爱脑 爱情对于他来说 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并且远远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不存在王阳不和沈默走 沈默就跳江自杀的可能 试问 如果漫长的季节中沈默真的不想活了 他绝对不会跳江自杀 而是目送王阳离开后 一个人偷偷回到松河 趁大爷大娘没有防备 把两人都杀了 甚至说 会把大爷也给碎尸了 活着给碎尸了 以此来消除他的心头之恨 因为和港商相比 他更想杀的人就是大爷 如今既然他不想走了 乃至不想活了 那么肯定会回去杀了大爷 而不是自己直接自杀了 再者 大家不能忽略一个问题 傅卫君在沈默心中的地位 要比王阳重得多 因此他要是真的想自杀 他肯定会去自首 不能让傅卫君替自己顶罪 这样的话 傅卫君的罪就会轻一些 综合来看 漫长的季节 钟李更熙饰演的沈默 都没有自杀的理由啊 他干嘛要跳江呢 合理的解释就是 风批的沈默 在逼王阳和自己一起走 要注意 他跳江的前 看着王阳的背影 说了句别走啊 他接受不了王阳离开自己 他想要到一个另外的地方 有王阳陪着的地方活着 眼看着王阳不愿意和他走 他就跳江了 但他是特意在王阳还没有走远的时候就跳江了的 他的目的不是自杀 而是逼王阳和自己一起跳江 逼王阳和自己一起走 他要的就是王阳的这个态度 漫长的季节 钟李更熙饰演的沈默清楚地知道 自己跳江后 王阳肯定会跟着跳下来救自己 因为王阳爱着沈默 就愿意帮沈默绑架港商 愿意为了沈默处理港商的尸体 在桥上 王阳也说了 自己愿意去替沈默顶罪 这王阳是真的恋爱脑啊 他也不想想 要是自己真去替沈默顶罪了 你的父母会如何 虽然当时是厂长和港商合谋窃取国家资产 但在当时厂子人心中 港商只要在 他们的厂子就可以活下来 他们就不用下岗 你这王阳承认了杀港商 厂子里的还不得把王想夫妇给活剥了 王阳真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啊 其他任何事情 任何人都可以拿来牺牲掉 话说回来 沈默正是了解王阳的为人 以此才会轻松拿捏王阳的 他要是真的爱王阳 就不会答应让王阳去抛尸 在他杀了港商之后 就应该赶紧想办法把王阳摘出去 而不是把王阳卷进来 自己就是王阳的一切 哪怕自己是恶魔 沈默心里清楚得很 因此他跳江了 逼着王阳一起跳 他的计划是 当两人活着到了岸边 他就趁势说了 没有你王阳的日子 我一天都不想活 这样的话 王阳哪里受得了 因为沈默这一跳江 就让王阳感受到失去沈默的感觉 而后两人活下来 那种失而复得的感觉 会帮王阳下定决心 和沈默一起走的 这就是沈默的计划 他可没真相自杀 当然 你会问 沈默这么晚 不怕把自己玩死吗 他已经封批了 加上一直认为自己命运 他有胆量 有动机玩这么一手 只是 漫长的季节 钟李更熙誓言的沈默想不到 自己玩砸了 王阳逆亡了 这也就解释了 没有王阳的日子 他不想活 都想自杀了 为何后来王阳死了 他还一个人 跑到内蒙古生活了 说到底 他就从来没想过自杀 跳江的举动 就是为了逼王阳按照自己的心意走吧了 到最后 他都不敢和王想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呀